据纽约时报13日报道 美国官员周三表示 美国加强向乌克兰提供的有关顿巴斯和克里米亚地区俄罗斯军队的情报 与此同时 乌军正准备抵御俄军在乌克兰东部发起的新一波攻势 报道称 美国的这些情报信息可能会让乌军 在顿巴斯或克里米亚对俄军进行更有效的反击 或者更好的预测俄军在这些地区的行动 报道还称 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攻势几周后 俄军从城市周围撤退 并在乌克兰东部重新集结 一名要求匿名的美国情报官员称 随着此次俄乌冲突的演变 美国情报机构已经调整了做法 以确保其官员有与乌克兰人及时分享详细情报的灵活度 纽约时报称 自战争开始以来 美国已经调整了情报流动方式 拜登政府官员表示 他们一直在向乌克兰提供最相关的信息 但尽管如此 拜登政府曾一直不愿帮助乌克兰人 瞄准俄本土的俄罗斯军队 报道指出 美国官员为与乌克兰分享情报进行了辩护 周二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表示 我们提供的情报支持至关重要 他还声称 提供给乌克兰的信息是高端的 其他美国官员则说 随着俄军将战略从进攻基辅转向加强在顿巴斯的行动 美国情报机构开始考虑是否需要扩大有关哪些信息 可以提供给乌方的指导意见 并在4月初改变了这一指导意见 并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 周三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乌克兰若继续试图攻击俄罗斯领土上的目标 可能会促使其升级敌对行动 该部门警告称 基辅等地的乌克兰决策中心尤其可能受到攻击 自从俄乌冲突以来 媒体已经报道了多起涉及乌克兰对俄罗斯领土发动攻击的事件